好好谈一谈 你好我是程瑶 我是伟龙 我是丽媒 今天在好好谈一谈 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 还有部长来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住屋的课题 那说到刚刚上一集 我们提到说就是 因为金融发展局有提供一个 更新的严厉的条例 就是让大家不要 拿了这个抽签的机会 然后就放弃 弃权 随意放弃 对所以他其实也表明了 其实这个新加坡的住房 需要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其实在新加坡 遇到一个情况就是 房屋的建设进度 几年前因为COVID的关系 有一点慢 所以就受到了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抱怨跟投诉 那现在这个市场 似乎有放缓的迹象 所以接下来 大家会怎么看 我们这个房屋市场的走势呢 对部长我的朋友等了好几年 他还在等他等BTO见好 所以真的是有放缓的 这个其实因为是冠病的关系 对啊其实这个冠病疫情 为我们这个建筑业 为我们的建物局的同事呢 真的是带来很多的这个麻烦 压力 很多压力 真的打乱了我们建主屋 建私宅的这个计划 那我们呢 在这个冠病疫情当中呢 就是竭尽所能啦 就快马 加鞭 尽能力 尽快的去建完这个组屋 让那些等了很久的 那个购物者呢 能够尽快的 能够搬进他们的暗楼 那一旦这个疫情 一旦好转呢 我们就恢复这个施工 恢复我们的建筑工程 迅速的赶工来增加 我们预购主屋的供应啊 因为现在是供不应求的现象嘛 不只是 不只是使到我们的新的组屋 受到延误 那个新的供应 也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BTO的供应量 已经开始回弹了 比方说从2021年到2025年之间呢 我们呢 已经承诺会推出高达10万元的 10万个新的组屋单位 那去年我们已经 建完了2万个建屋局的组屋单位 今年呢 我们也会竭尽所能 多建2万间新的组屋 部长你刚才讲10万个是 10万个BTO 10万个BTO 到2025年 对 OK 所以陈女士在建屋发展局这方面 是不是真的是看到很多人 上前来申请 可是就觉得 好像找不到自己心仪的组屋 其实增加的 选购的 增加申请的 申请的那个申请组屋的那个 申购者呢 已经其实增加了很多 这样原因有很多 这样就包括部长所提到的 因为或许是疫情的关系 这样大家在家办公的话呢 就觉得有点不方便 就希望说能够拥有自己的空间 可以办公 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说 外面的转售的组屋的价格 有所上升 所以他们也前来监护局 购买新的组屋单位 因为我们的 毕竟我们的售价会比较便宜 这样原因很多 这样我们有看到 我们有看到更加多的那些人 来申购我们的那个新的组屋单位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明白说 我们非常的需要 快点快马加鞭 把我们的新的组屋建好 所以目前的等候时间呢 大概是介于四年到四年半之间 我们希望说在未来的两年 我们可以清掉 可以完工所有那些 受到冠病疫情延误的工程 这样同时呢 我们希望明年 我们的那个等候的时间 可以缩短到大概三年到四年之间 这是目标 对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非常有信心的 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这样同时呢 我们也有推出 我们的这个较短的 等候时间的预购组屋 这样因为这个现在非常高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把这些较短 等候时间的预购组屋 给推出去 在那个预购组屋销售活动 给售卖掉了 这样我们希望说 能够恢复到我们原来的供应量 就是说大概从2025年开始呢 我们希望每年可以推出 两千到三千个较短的 等候时间的那个预售组屋 这样这些预购组屋呢 他们的等候时间呢 是不会超过三年 有个问题较短预购时间组屋 跟一般的就是 您刚刚提到的那个 新建设的 对四年到四年半的 它的差别是什么 是单位比较少吗 还是 其实他们的差别 就是等候时间不一样 其实他们一样 就是预购组屋 可是他们的等候时间不一样 这样这个较短等候时间的呢 我们可以在 我们把他们推出去 售卖之前就开始动工新建 所以在等候时间方面呢 就比较快了 明白明白 等候的单额 当然去努力存钱又赚钱 对 我当时在申请BTO的时候 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跟我一起在等的 我们知道在COVID结束之后 政府有快马加鞭 然后当时呢 其实有一些声音是说 会不会担心快马加鞭的同时 那个建筑的可能品质 会受到影响 对 其实两方面我们非常的注重 第一呢就是安全 当然 我们需要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快速的施工 第二个呢就是品质 我们确保说在品质方面呢 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能够保持一向来 建物发展局新的组屋单位的品质 这样我们也有提供一年的保质期 就是在领取所时之后 有一年的保质期 然后其实建物局呢 是与您同在在未来的99年 所以大家不用再 同舟共计 好熟悉的一个标语 那有什么这一99年 还可以找建物发展局 所以建物局还是会在的 所以我们就尽量说 能够做到说在安全 以及在品质 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尽快施工 然后尽快地把组屋 交到这个购物者的手上